恭喜長頂 三場演唱會 很開心 很樂意公平 多謝 多謝 第一 我在圈中很多一個很有參與場 也是帶給觀眾一個很開心的演唱會 我收到你的命令 演唱會最重要是有共鳴 沒有錯 開心 跟單要做得好 當然唱一定要唱得好 這兩樣我盡量希望都沒有令你失望 這三場演唱會不單止帶到幾天場 就是贏到所有觀眾的認同和支持 也是相信香港是一個起步 希望這個演唱會一路一路 2014年一路走下去 希望去到世界不同的華人地區 再一次讓大家看到場仔是一個歌手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透露一下給《頭條日報》的讀者知道 這三場演唱會的感觸是怎樣的 其實都可以說是三場演唱會 剛剛是三個階段 三個都不同的階段 第一場其實真的有少許緊張 因為始終第一次做自己過唱 自己有要求 我覺得我應該要做好一點給觀眾看 所以第一場我真的有少許緊張 但是還是維持到頭十多分鐘 然後一開順了之後 我就覺得又躲起來了 感覺又放鬆眼了 第二場又多了少許壓力 因為我星期六自己做了一場 星期日要連續做兩場 所以當時做完的時候我怕 究竟我應該用多少成力呢 但是我跟自己說 我沒有任何入場的觀眾 我又沒有任何氣場 我一定要給同樣的眾多給觀眾看 所以我跟自己說 不行 我不可以留 我一定要有多少 都要給多少給觀眾 但是做完那場之後 就覺得糟了 不知道今晚能否撐到呢 因為我記得我兩點半開演唱 我做完大約五點左右 我又要再跟一些贊助商拍照 做完差不多已經五點半了 但我接著八點三就繼續開演唱 我是否應該要去梳洗呢 我應該怎樣也要梳洗一下 梳洗完之後又要化妝 然後再做頭 所以覺得那些時間都很緊密 究竟自己可不可以很快地恢復體力呢 遊行在預備演唱會的時間 真是有粗品的身體 我又很感謝你幫我手訓練 那位導師 我預備了一些 我們其實做運動或者演唱會 都要用的 Energy Gel 很快能夠給你補充體力的食物 其實當你一站上踏上舞台 聽到觀眾的掌聲 嘩 那些藍蠟蠟 那些掌聲很肥 所以最低一場我特別興奮人 那就是尾場 然後我眨眼看下去 很多我自己圈裡的朋友都在賭場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自己圈中人多來撐場 反而會覺得壓力大 因為全部都是圈中人看 你一定會要求高一點 我反而不是 我圈的下面全部都是朋友來的 我反而放鬆了 平時好像和你樂K仿唱 那樣 同時一起唱K 就不會有壓力了 反而我的聲音越來越開越來越鬆 所以我覺得 這三個不同的層面都給了我 有不同的感 演唱會固然這麼成功 但是我不是一句棄言 但是記得 當然我答應過你 我是特別為你 送給你一首好歌 所以我每一場演唱會 我都是Paco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娛樂圈哪裏有 每個人都跟紅頂白 每個人都講利益 但是我完全在Paco身上 我感覺到他會對後輩的提攜 我非常感覺到這一點 這麼無私 其實很難的 我們沒有任何的合約 希望這首歌會帶到我們公司 要分享多少 我自己有什麼得助 你沒有想的 我沒有想的 我只是說 我很快就 我上一次見完你之後 做完一個訪問之後 我真的立刻用心去 將我的音樂 我看到你這首歌 我覺得是很適合下場仔 他因為很有經歷 來等待 就有一個很適合 我認為是很適合的melody 但是最重要 這個就是誰寫歌詞 那個真的要你和火火兩個 一個溝通 你心目中想的東西 而他是完全理解 他要掌握得到 那個曲 那個家最感動的一次 就是一定打動到大家 是 我其實一收到訓詞 因為我之前你發了一個demo給我 我可以從頭條日報的讀者說一下 Paco做事的效率是 曬到不得了 真的是奇高的 我還記得我在星期五的晚上 和你做完訪問 在星期六的中午 我已經接到Paco的電話 問我的email 我被司機將會將一首歌傳給你 快點聽 接著再隔了半小時後 我又再聽到Paco的聲音 你收到嗎? 我收到 我聽到 Paco的聲音 Paco的聲音 我找火火幫你填詞 我沒有 當然 好吧 火火我非常欣賞的一個 新一代的一個才子 即是無論是 創作 是的 無論他之前的柱柱藍電影 自己編劇兼動影的 你們公司的作品 或者到他之前在舞台劇裡面的創作 我都覺得火火是一個 很有心的一個創作 很有哭 很有波動 我跟他通電 你又叫我跟火火通電話 隨即我又跟火火通電話 我就說了一些 我心裡面的想法給他聽 直至我再拿回韌詞 到我第一次自己打起手唱的時候 我真的眼神實 我經常覺得填詞人最偉大的地方是甚麼 他能夠用最淺白的文字 能夠表達最深刻的感情 我尤其是喜歡裡面那八個字 我是特別心緊張 還有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 這八個字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 永遠自己的針言 永遠記憶心裡面的說話 是 自我良好 才是貴捕 有很多藝人 可能到了某一段時間 就會懷疑自己的能力 但我覺得做一個藝人 最後要忠於自己 要自己覺得舒服 這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八個字我最喜歡 就是自我良好 才是貴捕 好 當然了 這首歌我自己也很滿意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長仔 他自己說的 用一個比喻 是 用一個比喻 用一個比喻 其實不是的 你甚麼時候都是主角來的 是呀 是呀 在每一個崗位裏面 只要盡到自己的本分就行 有時有一些 第一的男主角 其實在荷里活都有很多個個案 我覺得一線的男主角 他會拍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高成本的電影 但他為了支持那個 他覺得那個劇本好 或者那個導演他很喜歡 他不甘於去客串那個角色去做 但只要他覺得那個角色滿足到他就可以了 在我心目之中做多少把也好 但現在在我的個案 我覺得二把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我們高級的讀者 你記得記得 可以在網上 或者在各大傳媒 都一路會聽到 會見到 長仔這個MV 大家要特地投意這首歌 這是我鄭重推薦 這個壓軸 2013年的壓軸 我心血的送給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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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然就是希望做好 這兩個禮拜我都專門拍做二把宣傳 因為我覺得PACO能夠送到一份 那我來問給我 我一定要全力去做好的宣傳 起碼在不同的媒介 令到所有觀眾能夠接觸到 或者聽眾接觸到這首歌 是啊 他們喜不喜歡就在後話 但是這一陣子 除了去宣傳之外 我就開始計劃 將我這個演唱會 我希望能夠 開始跟不同的娛樂商 開始談 怎麼可以推到不同的地方 我暫時的計劃就是先去澳門 然後可能就會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美加等地 我的宏願其實就是希望 可以去到2015年 即是我們現在入宣傳 沒錯 都要的希望 希望能夠香港成為我這個世界巡迷的尾站 即是在香港開始我第一場 做完世界巡迷回來香港 我希望能夠再做尾站 做一個紅館的演唱會 紀念場仔 真的到三十周年了 完整整一個三十周年的一個計劃 我還在一起吃吧 我還在一起吃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